在韩国瑜进去北农当总经理的时候 也有一位王姓 似乎跟王小姐有关系的人 也进去 对 而且是担任 照一周刊的写法 是担任大概年薪 差不多百万的一个北农的专员 那一周刊报导是怀疑说 这可能是王小姐的亲弟弟 或是说他的侄儿之类的 那当然一周刊也有传了简讯 跟黄文才 也跟这位王先生 也跟王小姐查证 但是都已读不回 但是很巧的是 就在一周刊这个查证的简讯 传出去不久之后 脸书同步就关闭了 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巧合 因为北农 其实他并没有去调查说 你的亲属对员工 做一些比较亲属的调查 所以也没办法确定 因为台湾姓王的其实也蛮多的 更巧合的是他们脸书都关版了 对 根据我跑政治新闻 这么多年的经验 通常太多的巧合连在一起 这个事情就不会太巧合 那这里面我觉得关键是在于 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吴子家连续两天 其实他点了一件事情叫做钱 我认为重点在钱 而不在设 我认为重点在钱 因为他连续两天讲到 昨天讲的叫生活照顾费 今天讲的叫新装那一间房子 这都不是几十万 这可能都有可能上千万之谱 那这个钱是什么钱 然后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吴子家在铺陈的应该是这一块 我觉得我认为他在铺陈是这一块 因为他今天有特别点到说 选举记者问他选举结一款 只有1506万 怎么可能有几千万 那我也不太相信韩国瑜的选举结一款 只有1506万 所以我才问说 这种账 这种官方文账的东西要做多久 每次都是交给监察院 然后应不了 其实上我们都知道 政治现金通常大多数人会有两本账 倒不是他要故意要造假 因为有些金主他是说 我这管给你你别说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那你就没办法进政治现金的账户 因为你进账户一定得申报 那申报的身份就一定会曝光 那所以是不是只有1506万 说实在也只有 大概只有韩国瑜跟他最亲密的人知道 但是我觉得吴子佳在点的是这件事情 这也就是 也许 这就是刚刚范老师在猜测说 这这么简单的ABC 没有就就抓 那为什么要从昨天下午 原本的记者联访 然后突然取消 而且那个取消 感觉上是心情不太好的取消 然后晚上出来讲 那这中间这段时间他在讲什么 我觉得韩国瑜他非常聪明的人 他一定也在研判你 吴子佳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手上有多少东西 你现在放出来到底是呃还是线 那我总要搞清楚吧 我不能傻傻的就一头栽进去 所以双方都在做一些 叠对叠的工作 但是我要提醒黄文财先生 因为吴子佳三番两次的点你的名字 将来你有可能是用证人身份 黄文财 对 出席这个官司 证人伪证罪是七年以下的游戏徒则 我可不可以说我不知道就不算伪证 你可以说你不知道 OK 对 你可以说我都不知道 或者说我都不记得 这也是不想透露真相 最好保护自己的方法 这时候就看检察官办案的功力 对呀